数码圈有句话 买群晖就是买软件送硬件 这句话其实没错 和其他的品牌比较的话 用相同的价格可以买到更高的配置 但群晖有着丰富的软件支持 尤其是还有一堆第三方开发者 今天录个非常简短的小视频 送给刚刚入门的群晖用户 最近你一定哭了与阿里云盘挂载的问题 无论是使用阿里云WebDAV 还是用Alist 经常要更新 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一周几根 这不就在今天Alist又更新了 你不得不跟上官方的脚步 但对于小白的你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不过如果你家里恰好有台群晖NAS 那么完全不用担心这些 可以使用群晖内置的套件中心 找一些第三方开发者社区的套件 直接安装使用就好了 不过在使用前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第三方套件员 并不是由群晖官方提供的 因此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风险 所以在添加第三方套件员之前 需要仔细考虑并评估风险 一句话 大家都是成年人 风险自负 好 我们打开群晖套件中心以后 在右边进入设置 选择套件来源 可以看到我现在使用的是有矿绳和孤魂 两个第三方元 现在我点击新增 输入这个新的地址 OK 这样除了群晖自贷套件以外 我一共就有三个社群套件了 可以在这里看到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阿里云盘WebDAV Alist Cloud Drive 他们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还有Plex Ambie Genefin 这样的媒体服务器 等等非常多又非常好用的套件 你完全不必去手动配置Docker 直接拿来就可以用 对群晖刚入门的新手来说绝对是够用了 这三个第三方元是我自己常用的 基本上是可以概括大家日常使用 地址我会放到评论区 大家随意自取 看不到评论区的平台 大家只能对着视频手动输入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小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